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 双方 第三盘的较量 那么根据 这个赛制呢 第一盘是双打 第二盘是第一单打的对决 那么第三盘呢 则是第三单打的对决 接铁水影沙呢 是担任第三单打 那么黑龙江队呢是宽曼 那么这两位选手啊 这个年龄相差呢是四岁 孙影沙是两千年 也就是前不久刚过了二十岁的生日 但是孙影沙呢 从17年进入到国家一队之后啊 最近这两三年可以说是 火箭般的上升速度 确实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已经成为 我们一队的主力选手 那么宽曼呢是04年这个年龄段 同样也很优秀 在2018年当时呢 就获得了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从而进入到国家二队 那么在去年的青云会 在山西太原举行的青云会 也是夺得冠军 在今年前不久 也就是这个月初 刚刚结束在广西百色刚刚结束的 全国青年锦标赛 他是夺得了女子单打 另外呢混合双打和相鹏搭档 获得了双料冠军 所以呢在这个年龄段像宽曼 包括还有来自浙江的陈毅 这都称为佼佼者 好球 宽曼呢是左手横拍 而且大家要注意呢 就是他这个打法呢 也确实是比较典型的公式打法 但是相对孙隐沙来讲呢 就是在整个大局的把控能力上啊 肯定没有孙隐沙那么老练 宽曼呢在发球上啊 也是动足脑筋 刚才这个发球 大家看到宽曼 第一个是发一个正手短 但是擦绑之后呢 他变成了反守卫的发球 2比2 这乒乓球啊 两人也是斗智斗谋 同发2比2 跑球 3比2 孙隐沙呢在女线选手当中啊 也是男性化 这个打法特色很鲜明啊 一旦他的正手要抡起来 对手呢是不好招架 好球 2比4 漂亮 所以今天这场球对于宽曼来讲呢 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这儿孙隐沙呢 虽然年龄也不大啊 但是大家看呢 就是他的比赛气质很好 非常的老练沉稳 好球 6比2 7比2 孙隐沙是一路领先 2比8 嗯 就是孙隐沙今天啊 很清楚自己的优势 因为孙隐沙呢 给广大球迷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一旦 要是能够 保持专注 3比8 保持出色的状态 他的正手啊 可以全台进攻 所以今天第一局比赛 我们看孙隐沙这个正手 运用的频率还是很高 1比3 款卖有个发球失误 而打到这种比赛 对于小将来讲呢 还是 这个抗压能力啊 是很大的考验 10比3 孙隐沙10比3 拿到局点 4比10 5比10 在双方小组比赛的对决当中呢 当时呢 宽隐沙也是遇到孙隐沙 那么那场球呢 是孙隐沙3比1获胜 10比6 所以从心理上讲呢 孙隐沙打宽隐沙还是 占据上风 10比7 这个球回得非常的精彩啊 大比分落后情况之下呢 孙隐沙稍有松懈 孙隐沙稍有松懈 孙隐沙追到7比10 11比7 孙隐沙1比0 孙隐沙呢 在这次比赛的小组比赛啊 是曾经3比0战胜过 名将顾玉婷啊 因为孙隐廷呢 也是目前国外队当中啊 一个实力派的选手 另外3比2战胜过朱玉琳 应该说呢 这个16岁小将啊 还是未来可期 要不然直接批语 我们正好打完以后 我们压住这範团 打起相持的时候 一定要处理正常的连续 这範团也有点快点 那是吗 他反正的全街移动 全街移动 全街移动 也有照顾玉琳 你可以稍微往转 一点照顾玉琳 你要是街坊很快 这就是一点双事 就是批的 然后放出一点鞋 你尽量往前一点站 然后退太远 他球是轻 你不要老想着 就是两三把 就雷死了 心态好一点 要不然正常 发球发开一点 而且他脚不快 从发球开始就广开的 加油耐心啊 加油 加油 陈梦现在在 深圳大学队当中 也是绝对的大姐 充当半个教练的角色 第二局比赛 追踪红将 爬球0比0 好 好 1比0 我们介绍过凯曼 他这种打法 应该说从理念来讲 还是比较先进的 就是攻势打法 尤其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 那是大杀四方 但现在跟孙颖莎较量的话 就存在一个就是 节奏的控制 年轻人打比赛 往往喜欢猛打猛冲 但是到了 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 那么对比赛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2比1 2比1 乒乓球还是讲究刚柔并记 2比1 2比2 好球 2比3 我们看孙颖莎也是长短结合 从目前的整个节奏把控来讲 是游刃有余 走 3比3 3比4 3比4 发球抢弓 但是宽曼的接发球处理 还是显示出 它这种反应速度 相当敏捷的一面 5比4 但是这个发球失误 要尽量避免 逆旋转 4比6 宽曼的这个发球 一个是急下旋 一个逆旋转 5比6 接发球还是控制不好 次与刷的发强打得很果断 好球 好球 不错 这个球实际上孙颖山 已经是率先上手 占据了主动 但是我们看一下 但是宽曼是扛住了 7比6 这是一个擦边球 好的 漂亮 这就是孙颖沙的优势 就是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一直能够保持比较冷静的心态 连续发抢 9比7 这两个发球很关键 都是干净利落 打好发抢呢 就快刀斩乱麻 得分效率高 8比9 同样也是用发抢 现在追平了比分9比9平 10比1点 孙颖沙势大力臣的正手进攻 拿到第二局局点 同发 10比9 接发球丢分 孙颖沙11比9 再下一场2比0领先 开中江队呢 除了第一单打 反守圣教打法的孙颖昂之外呢 有两个 04年出生的小将 一个是宽曼 一个是陈毅 另外还有2000年出生的 纸板打法的七飞 再加上吴阳辰 由这五名队员组成 那么从这次比赛来看呢 教练对宽曼呢 还是非常重用 一种主动往在正手那边压下去 然后你去得分的时候可以多出点直线 气不要索 打得不错 不可以一个接发球不要索 因为这一个环境 所以他都是老年 那些打出来 等下来 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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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的 下去肯定还有 然后凑住 反击点 一定要注意工房转发 自己工房转发 对 发球能有点问题 你这种党的部分发就完了 对 对 所以你发球 这是我拉 我拉 都堆我就行了 注意点 抢过落点 然后你发球轮 你发球轮全是抢过 你一定要注意落点 我没东西就可以 她发球的时候 两个咬一个就行 压力不用那么大 妳要是真搓下去 那你就往前点 不要退太远 因为她球轻 他拉得也輕 摸包牌摸得還可以 你們往那中走不可以 沒關系 那陳夢剛才也是 幫隊友孫雲莎減壓 說不要有那麼大壓力 做好自己的發搶 在自己兩個發球 盡可能去搶分 在對方發球的時候 陳夢也說過 你盡可能兩分咬掉 其中的一分 那麼這樣的話算總賬 你肯定能贏球 剛剛我們介紹了 凱曼跟陳毅 都是這個年齡段的佼佼者 你像陳毅 在去年19年的意大利 青少年錦標賽 他是參加了少年組 和青年組兩個組別的比賽 以不敗的戰績 拿了五個冠軍 確實也是 獨孤求敗這麼一個角色 但是這次比賽 教練之所以 對凱曼重用 除了他是重點栽培的對象之外 更主要的是凱曼狀態不錯 因為12月初 剛剛拿下了 全國青年錦標賽的冠軍 他也是在最後的決賽當中 戰勝了韓菲爾 蘇玉莎 順利莎的正手 我們看 他的球感非常出色 這個球回得好 漂亮 二比四 這個就是我們說 孫隱莎現在是 刚中有柔 收放自如的这一面 大家看 对于年轻人来讲 这个确实是需要不断地去积累 如何能做到 这个比赛的节奏把控 张弛有志 这个款办现在是有点迷茫了 这个时候要了一个暂停 因为在这个青少年年龄组的比赛当中 你这种强势的进攻 非常凌厉 可以大杀四方 让对手难以招架 但是现在毕竟你现在面对的是 国家一队的主力孙颖莎 我才是拉那么短的 他就是靠这个 这个求的 不用着急 希望不用支援 太滑了 太过去打开 注意点前后 节奏 把他希望的重力 好 按起来 过过来 就要 加油 加油 抓紧 不行啊 还准备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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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放慢 一个一个 对 放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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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十六星小将来讲 其实这样的比赛是难得的磨练机会 失败并不可怕 你要通过这样的摸爬滚打 不断地数挫折当中去成长 连续地放短球 5比3 加油 6比3 绝发球反手拧拉 不过往 3比7 连续下往 好的 4比7 其实现在对于宽曼来讲呢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打好每一分 把胜负放在一边 同发 4比7 8比4 孙颖刷是揭发球抢攻 5比1 5比1 5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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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5 2比2 算是领先 2比1 2比2 4比2 2比2 2比1 2比2 2比2 2比5 2比4 2比1 2比2